岸边的海浪受到强风吹袭 猛烈拍打上岸 海水不断灌进道路 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 以超级台风之姿 相当于五级飓风的威力 周六凌晨登陆菲律宾东北地区的卡加沿省 民众一早醒来发现屋顶已经不见 只剩一小块铁皮摇摇欲坠 眼看又要被吹飞 从卫星云图可看到 台风眼附近的云系呈现黑色 云层相当扎实完整 将带来惊人的雨量 恐怕造成严重的淹水和土石流灾情 而且暴风圈范围广大 达到900公里 威胁500万人的生命财产 不过与2013年重创菲律宾的海燕台风相比 山竹的路径对于马尼拉等人口稠密区 威胁比较小 但山竹很可能重创旅宋岛中部 也就是菲律宾的粮仓 目前又正值稻米和玉米收割前夕 农民一整年的心血 恐怕付诸流水 山竹登陆后受到地形影响 强度持续减弱 暴风圈也略为缩小 不过威力依然不可小觑 目前山竹的台风眼已经进入南海 可能再次重整增强 往香港和中国大陆前进 大爱新闻黄敬廷编译 大爱新闻